恶招妖鬼马尔基特作为玩家们在主线中会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有过场动画的boss难度算是比较夸张的了 如果你是坚定的近战玩家不想用魔法或是骨灰带有苦于他的各种神经刀 或者你是资深法爷通关之后想体验一下近战的乐趣 那么恭喜你你来对地方了 这个视频会对恶招的AI和所有招式进行深度拆解 并给出个人总结的最佳对策 只要学会了那么打败恶招甚至无伤攻略恶招绝对不在话下 友情提示本攻略不会使用盾反也不要求你使用盾反 虽然盾反用来打恶招的确非常好用 但是呢这个东西学习成本高的同时局限性还很大 而且如果你能完全摸透恶招的动作 那么熟练盾反它也是迟早的事 最关键的是盾反会打断boss的连招 这不利于我们养成分析boss连招规律的习惯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吧 恶招一共分为两个阶段 一阶段会使用右手的拐杖和左手晃滑出的匕首进行攻击 当血量降低到60%左右时 会后跳并掏出锤子使用跳杂进入第二阶段 二阶段的恶招能幻化出的武器多了锤子和长剑 同时会解锁大量的新招 两个阶段我们一个一个看 先看一阶段 恶招是个典型的连招型boss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规避掉它一整套连招之后再进行输出 它的右手拐杖攻击范围很大 但是出手很慢 熟练之后利用翻滚的无敌针并不难躲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没什么特别万能的对策 练就完事了 唯二值得注意的两招就是起手的上撩和横徽后跳 这两招与其他的拐杖攻击不同 非常快 需要观察好前摇 当然了 恶招的连招最难处理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拐杖 而在于他神经刀一样的匕首攻击 前摇短使用频率也高 和长前摇的拐杖攻击混合使用起来迷惑性相当强 但是呢 匕首攻击也绝非毫无规律可言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他这匕首到底是怎么玩的 恶招的近身匕首攻击虽然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其实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是作为连招起手的匕首二连 这招有明显的前腰 近身不好躲 推荐玩家与恶招保持一定的距离 看到这招之后立刻后滚 拉远距离躲开第二招 其实贴脸向右滚也可以处理 但是不推荐 因为右滚之后恶招大概率会直接跳走失去输出机会 而如果后滚的话 他很可能会接一个单手下批 处理得当可以摊不少输出 至于怎么个摊法 我马上就会讲到 第二种匕首攻击是单手下批之后的匕首二连 这个二连几乎没有任何前腰 而且范围比其他的二连要大 虽然可以连续翻滚滚掉 但是很浪费精力 因此我们的对策就是不让他用这招 向右前方躲避单手下批 来到恶招的左手边 他就一定不会出毕首了 百分百奏效 而且这样子 恶招会因为连段中止而进入一个很大的硬直 瞬间变成白给招 第三种是插地板之后的匕首攻击 只会砍一下 同样几乎没有任何前腰 但是他也和上面的招一样 不会随机出 只会接在插地板后面 而且只要在插地板之后 滚到他的左手边 就不会拍声这招了 这里多提一嘴 插地板这招可以接在很多动作之后 但是我们不用拳击 只需要记住一个 恶招在突进展之后 如果你在他的正前方 他一定会接一个白给的插地板 这个派声非常重要 不仅在一阶段可以用来弹出出 更是二阶段的关键白给点之一 所以一旦看到突进展 尽可能前滚 保证躲过之后 在他面前勾引他 用白给插地板 还有最后一种匕首攻击 没讲 这招就不像前几个那样 白给了 恶招会在自己普通的拐杖连招中 随机变招成匕首攻击 也就是说 恶招在连招起手之后的每一招 都有可能会是匕首攻击 但是这个匕首攻击只会砍一下 而且有明显的前腰 虽然比较快 但也来得及反应 没什么好说的 其中注意力随时准备翻滚吧 要注意的是这招之后 恶招还会继续连招 可能是后跳飞刀 也可能是原地下劈 不要放松警惕 总结一下 一阶段我们的对策 就是跟恶招保持中距离 敌不动 我不动 拐杖的连招攻击 按照节奏滚 并且时刻保持专注 提防他的匕首变招 如果他敢在连招外直接出匕首 我们就后滚 躲避攻击的同时 引他出单手下劈 而一旦看到他使用单手下劈 或是插地板 就立刻向右躲避 讲完了对策 再来讲讲输出点 包括一些白给招 首先当然是前面提到的 单手下劈和戳地板 只要按照前面说的方式处理 他俩都会是稳定的白给招 然后是白给下戳 最白给的一招 距离远了就有概率出 这招弱的堪称攻击应高的怜悯 往后移动就能躲避 都不用滚的 而且硬值特别大 可以摊一大波输出 最后是白给蓄力 蓄力的时候 boss会有一个憋气一样的声音 非常明显 此时会减定玩家的位置 如果离得近 他会直接下杂 如果离得远 则会冲刺到玩家面前之后 转两圈 后者因为有一个冲刺的动作 会更加好躲 而且轻武器 还可以在两圈之间摊一刀 推荐看到蓄力之后 就立刻远离 引出冲刺 第一阶段的恶罩 基本就这么些东西 只要能够处理好匕首攻击 那么无伤拿下这个阶段 绝对不在话下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二阶段了 二阶段的恶罩 不仅多了两把新武器和新的招式 AI看起来也更加疯狗 一套连招可以追着你咬个没完 如果没有对策的话 别说输出了 和平药都困难 但其实呢 对于鼠手来说 二阶段反而是更加简单了 锤子和常见的绝大部分攻击 都有大硬直 而且连段变长 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引他出白给招 那么接下来就手把手 教你们如何让这条疯狗 变成科技 锤子的各种下杂不用多提 白给 这要是滚不过去 那就多打多练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招 就是这招锤子的横辉 还有两段判定 贴脸翻滚 很不好躲 推荐看到前腰就后退 再接后滚 这招在使用之后 还会继续派生各种攻击 哪怕你被这招打飞了 他都还会继续追 千万不要以为躺在地上就无敌了 这招结束之后 如果玩家离得近 他很可能会接一招非常麻烦的常见大风车 因此无脑远离就行了 只要离得够远 他一定会用突进斩或者飞刀追击 而突进斩这招之前讲过了 如果收招时 我们在他面前 他一定会出白给插地板 飞刀的追击同样是个白给招 可能是一次 也可能是两次 如果是丢一次飞刀 那就必定接一个突进斩 然后就和刚刚说的一样 如果是二连飞刀 那就必定接一个白给的锤子跳杂 同样是轻松滚过之后就随意输出 简而言之 锤子的横辉无脑远离躲 引出白给招 输出就完事了 聊完了比较简单的锤子 再来聊聊比较麻烦的常见 常见有三招 第一招是刚刚提了一嘴的常见大风车 一共有四次判定 非常难滚 但好在他只会接在两招之后 一招是刚刚提到的锤子横辉 只要按照前面说的方式处理 这种情况就不需要考虑 另一招是甩尾 如果玩家长时间站在boss背后 他就很可能会出甩尾 然后接个大风车 因此我们在二阶段要尽可能 避免在输出的时候 长时间站在他背后 如果不慎引出甩尾 那么后滚之后赶快润 直接拉远距离硬躲大风车 常见的另外两招可以放到一块儿讲 一招是突自挥砍接插地板 另一招是二连挥砍接插地板 两招都会起手出 而且特别快还有三次判定 贴脸的话几乎不可能躲得过去 因此我们还是老方法 跟恶兆保持距离 一旦保持距离 他使用这两招的频率会明显降低 就算出了我们直接后滚也能应对 然后重点来了 这两招之后 只要我们离得够远 他大概率会丢飞刀进行追击 而飞刀则是刚刚已经解释过的白给招 随便躲躲之后就随意输出了 不再赘述 至此恶兆的所有难点动作已经都讲完了 我们的整体对策思路就是 始终和恶兆保持中距离 一定不要贴脸 尤其是二阶段千万别贴脸 抓白给招硬直输出之后 立刻退到安全距离 直到成功引出下一个白给招 不要看着他没动作就上去A一刀 拐棍攻击之间也不要弹刀 因为他的每一招拐棍攻击 都有可能变招成匕首 可以看到 一阶段的恶兆虽然连招派生不如二阶段丰富 但破绽也相对较少 二阶段虽然多了一堆花里胡哨的招 要保持好距离 其实也都不难处理 而且这个阶段 他特别喜欢在连段中 用飞刀和突进斩进行追击 之后又会接各种白给招 所以整体而言 破绽反而更多 更加简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实战讲解吧 好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武器是双长剑 分别是加二和加一 正常进化下 你们的伤害肯定会比我更高 进入屋门直接开怪 看看他开局出什么 是飞刀 左右走位躲一下 剪一下魂 看到他出蓄力 直接拉远 二连 翻滚 摊两刀 直接后撤 他也跳走了 我们往前试探一下 看看他会出什么 是上撩 上撩之后大概率单手下批 我们直接来到左手边摊两刀 然后立刻停手 他跳到了一个障碍物 比较多的位置 我们就不继续追击了 看看他出什么 是匕首 我们直接往后撤 接了个突进斩 我们引他出白给插地板 摊两刀立刻往后拉 走位 躲掉甩尾 又是拐杖攻击 注意他的匕首变招 之后接的是单手下批 我们到他的左手边躲避 翻滚躲掉 横回后跳 追上去 跟他保持中距离 又是拐杖攻击 随便滚滚 随时注意匕首变招 来了 这后跳飞刀 我们直接翻滚追上去 这招不好摊就不摊了 出了个白给蓄力 我们直接拉远距离 引他二连 还是拐杖攻击 接匕首 这次还是接的单手下批 我们直接到左手边躲避 随便砍两刀 他这个血量应该快进二阶段了 横回后跳随便躲躲 要进二阶段就不追了 注意这个地方 千万要往他的侧面滚 否则在前面 很可能会引出长剑三连 是锤子横回 我们直接后滚 拉远距离 等待他的白给突进斩 引出插地板 左手边摊刀 这个地方我感觉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 所以再往右挪了一步 他又跑了 我们靠近勾引一下 是长剑三连 直接后滚 引他出飞刀 是单飞刀接突进斩 我们直接前滚 引他出白给下戳 再砍两刀 好的又是个白给蓄力 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他跳这么远 我们就不追了 等他自己出飞刀吧 果然是二连飞刀加跳杂 我们直接滚到他的侧面躲跳杂 然后摊一刀往后拉 是突刺三连 我们直接跟刚刚一样 无脑后滚 引他出飞刀 又是突进斩 再引他出白给下戳 他跑到了悬崖边 我们就不去跟他左滚右滚了 直接后滚 还敢用飞刀追击 直接白给 这招跳杂砍一刀之后 立刻往后拉 是B手二连 接了个单手下批 但是由于我们的位置太远了 就不右滚了 直接往后滚引他出飞刀 再砍一刀 又是经典的白给蓄力二连 我们拉远距离随便躲躲 不是乌华的拐杖攻击 注意提防他的匕首变招 不过这次没有变招 反而是派上了一个白给插地板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砍两刀立刻溜 不过还是不小心引出了他的甩尾 赶快跑 我抄 我大意了 没有闪 不过没有关系 接着是白给单手下批 又是常见的图磁三连 我们还是拉远距离躲 刀来 给我乖乖的去插地板吧你 不要慌 他一直不动 我们也不要慌 是常见三连 还是后滚 两次飞刀 避接跳杂 做好准备 弹一刀 马上溜 还想用这招善良来赢我 这次我可是有所准备了 你的血量已经是风中残烛了 看你出啥 赶出锤子横辉 那你已经死了 滚一下 乖乖给我插地板去吧 搞定 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这套思路来打恶招 真的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实战演示就到此为止了 视频的最后 跟大家聊一聊之后的安排 顺便求一波三连 目前这个视频 打算做成一个系列 因此如果大家想看 后续的boss招式解析和对策的话 请务必多多支持 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老头环的boss战 无论是演出 还是AI设计 比起前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个系列 旨在帮助大家攻略各位boss 并感受老头环中近战的魅力 本作的近战体验 绝不像网上普遍抱怨的那么糟糕 相反 如果你能去尝试读懂boss的出招 能够去主动研究应该的思路 再用近战的方式击败boss 这个过程可谓是乐趣无求 那么我们下期截之葛瑞克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